主料,九色戚风蛋糕一个,淡奶油,250毫升,糖50克,滴粉80克,鸡蛋4克,牛奶50克,玉米油50克,主料,葡萄干,草莓,蜜金菊,QQ糖,采猪糖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将蛋清蛋白分离,把蛋黄打散,慢慢加入玉米油,边浆边拌匀, 成稠状液体,加入牛奶和过筛的面粉,搅打均匀无颗粒备用,蛋白中加少许盐,几滴白醋,糖分三次加入,打至硬性发泡,在蛋黄苦中切入1%的蛋白比烧下斑断的方法,搅拌均匀,不要画圈,将拌好的蛋糊倒回蛋白中,再次以烧下斑断的方法,搅拌均匀,倒入9寸蛋糕膜中,用力震出大气泡, 烤箱预热,160度10分钟,150度20分钟,140度5分钟,因烤箱而异,我的这个酒蒜抹来,将250升蛋黄加40克糖打发,蛋糕抛开,抹上一层奶油,撒上淘淘干,盖上另一层,抹上奶油,用草莓和蜜蜜菇装饰,用QQ钢在外围装饰, 撒上彩猪糖,烹饭技巧,9寸戚风蛋糕的配方,低粉80克,鸡蛋4个,牛奶50克,玉米油50克,糖米10克,我这个9寸模油点奶,请大家自行调整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